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没有影响呢? 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它不会无故说这件事 是有很大影响的 大家记住 稍后一直听下去 我们先讲一些新闻 鑽石九今天跌了少少 去到202% 美银做得几毫 只是跌了1% 前一天是74% 昨天是73% 我已经将2月份的收费版 最后的期间 放到网址 大家可以在YouTube下面的连续 进去看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订阅 6月份的投资日志 或者是YouTube投资筆记 你也可以的 不过就差不多到最后的期间 大家如果要订阅 大家可以订阅 看片尾的付款方式 今天 现在的录音是1.40分 非常弱 升了20几点 成交是800几亿 都是相当弱 你看到香港的恒指是平行时空 是不移动的 整天都是28,000多 28,000美 28,000头 好像是平行时空 不移动的 有些读者问我 我们一路过 这个就是美银 我们一路过 读者问我 这个是我们的covering 我们稍后会比较详细 讲这件事 原来不在香港的香港人 你存在汇丰银行的资产 你冷水 当你不在香港的话 即是说他是留钱 但他就不留人 即是你的人不重要 但他留了你的钱 你的钱是没办法得到的 除非你回来 我们稍后会比较详细地讲 有读者问我 他说 你在英文财经频道说 他问我 他说 如何才可以 跑赢通胀呢 或者不跑输通胀呢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如果你跟随我们的组合 你已经做了 我昨天回答了一位读者的问题 如果你跟随我们的组合 你已经做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为什么呢 今天就跌多了1% 其实一般来说 今年我们鑽石狗的组合 大约是8%左右 8% 你已经跑赢通胀了 其实最少你不会跑输 银亦今年就升了19% 即是只是2021年到现在 升了19% 这个美银也升了13% 你已经跑赢通胀了 如果你跟随我们的组合 你已经跑赢通胀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组合就行了 我相信鑽石狗最后 有很大机会会跑赢 因为现在都未够半年 我们已经有7%了 正常 大家看下去 今早 美国的一些对冲基金已经说 美国的通胀 有可能已经超过10% 如果你计算你要租房住的话 我之前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租房住的话 通胀一定达到8-10% 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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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香港会不会呢 一定会 我告诉你 一定肯定 肯定会 因为什么都贵 大家知不知道 那些晶片手机 就已经说过晶片 贵到妈妈里面就可以了 商品又贵 今天现在又说 乘巴士又加价了 各样都加价 那当然 有个五千元的compensation 但是能否compensate 我就不敢说了 如果你本身的收入 有两皮 一个月的话 帮助少少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很多人是失业的 如果你失业的话 你就一定输给通胀 你就一败土地 如果你失业 你失业 或者你那个 不返足工 你就一定输到一败土地 因为你原先都输给通胀 你还返不足工的话 就是逗不足整份量的话 你有什么办法不返足通胀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如果你已经跟随了我们的组合的话 你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你已经赢了通胀 正常来说 你预计它8%左右 8%左右 如果你有自己的物业的话 你就预计4-5% 如果你是租房住的话 你就预计8-10% 你说银翼 美银已经跑赢了 银翼还中19% 那19%一定会跑赢 对不对 没理由跑不赢 对不对 美股的13%也跑赢 对不对 怎会不跑赢 所以问题就是 投资的第一目的 就是不要跑输通胀 不是跑赢 是不要跑输 跟着才跑赢 跟着才是资产增值 跟是怎样 没有跟就开始跟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 那现在 今年 今年港股 中国上香港的IPO 比较大的 就是中国中面 就是面税店那个 其他那些都是很小的 所以大家 我之前已经说过 心理准备 花旗 其实比评级是比得很小心的 你都见到 他观察了4个月 是前几天才出的 成交药 新股小 盈利前景蒙 所以就是降了这个 港交所的评级 这个是今天最新的 今早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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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科技巨头的 专有消费者数据 全都放进去 即是说 所有 无论你是快手 腾讯 亚里 其他全部 和金融科技有关的 客人 全都放进去 即是说 国家是随时可以 取得你的客人 即是说 你基本上 是不会有任何 你自己的客人 是别人不知道的 即是废 即是废 简单说句 即是说 你现在在 之前的 去年的年尾 到今年二月 升得很疯狂的股票 你不用玩 其实 因为大家知道 大家的客人 大家都可以用 大家的支付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 自立自主 即是没有自立自主 是吧 即是如果香港 有十个人 做煤气 即是没有煤气 是吧 如果有十个人供电 每个人都会输 一样 好了 那代之而起 我估计会炒什么 炒电动车 例如小鹏那些 他下一阵 不是炒 不是炒汽车 是炒电动车 那接着 你看到那些快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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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堆 就好像以前的中国移动 那样 如果再前些 就好像以前的 中国中车 那样 你如果不信 你就可以看下去 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由科网股爆破到现在 过了三个月了 那你再过三个月 九月底 你再过三个月 十月底 那你看我说 对不对 中国的债务问题 不只是恒大 中国自己都有很多超大的债务问题 是越来越严重 那样大家看到呢 那样大家看到呢 就恒大呢 就屡传它的爆煲 那样 那今天又 即是前几日又传 最少三间 要压缩恒大的借款规模 因为它借钱 如果恒大还不到 就连间银行都倒下了 那继续卖产 卖产 卖产 因为它将那些资产就证券化 譬如说 我欠你十亿 那我就将我的股票 或者我发行我的新股 给你 那便值那么多钱 那如果你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你被逼也要接受 那接着又怎样 在市场立刻买 所以恒大的股票呢 就长跌长有 因为它们一定 一收到就出 一收到股票就出 你如果说不行 你一定不让你几年之内 去买的话 就没人要的 因为三年之后 你十元的股票 假设是十元 分约只有五元 那我怎样要 所以恒大的股票呢 就长跌长有 苏宁也是一样 它当然有很多 就是国内 我又报警 又几里卡拉 又有传 应该不是传的 是事实来的 它那个主要股东 就将股份 几个百分之后 就押了出去 押走了 其实是 证实了 那为什么会传出来 它 即是苏宁旗下的 苏宁置业网 快将倒闭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欠人钱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你欠人钱 不是第一次的了 苏宁已经很多次 大家知道苏宁是很大的 之前是 苏宁和国美差不多 那么大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中国越来越多 资金链断裂的问题 这个是 华夏幸福在河北省的一个住宅楼盘 它的债券 三月中是为了弱的 这个就是地盘 所以大家是非常小心 我们说过 不要斗任何它的债券 关于中概股的股票 最好就是民生的东西 就是民生一定要的 不能不要的 这样会比较稳定 现在国企也不稳定 以前恒大也有国家 现在你不知道 很多都 除非你是 就是那些叫做民生的 一定要用的 水啊 电啊 等等那些会好些 你说如果那些奢侈品 之前 譬如大家有阿里巴巴的 哇 行啊 又有这个干棍节 那现在不只有阿里巴巴 现在通街都是阿里巴巴 是不是 京东啊 通街都是网上直销 网上大货 通街都是网上直销 真的不是开玩笑 是通街都是网上直销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用你阿里巴巴 之前大家知道淘宝很厉害 现在淘宝还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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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通街都淘宝 现在天猫 通街都淘宝 为什么之前淘宝和天猫那么厉害 因为你拿着支付宝而已 现在支付宝没有了 就是你支付宝要开放了 有这个数码人民币 对了 还有别人其他 譬如京东啊 他全部可以用美断 他全部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支付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你淘宝 我佣金多些 我的东西卖便宜些 抢了你生意 照送而已 对不对 其实没有了 你看多三个月 再看多三个月 那你再回来找我 你看他的股价升不升 你就知道了 今天的消息 今天就再次梳烈些 美国公布了会将五家新疆 之前就说有可能 现在就说将五家新疆企业列入黑名单 主要就是牵涉单晶龟和多晶龟生产 那就是太阳能那些 你不用碰了 你不碰就可以了 他短期内就轻斗气 就是说你现在移动我 我就买爆股票他 不过呢 接着过两三个星期 他没钱买就跌回 你不信呢 你就可以找一只试一下 不过蝕了钱就不要找我 好了 我们讲汇丰这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读者很担心 非常担心 我一听到 出了这个 下午出的 我就立刻想起什么 我立刻想起两件事 一件事就是许智峰 一个就是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8月1日 8月1日 保安局就可以授权海关 禁止任何人 包括香港人入境香港 我立刻想起这两个问题 他在晚上 即是傍晚 说不是的时候 我立刻想起一件事 他是要对付那些 这条法例 短期内 是要对付那些权贵的 大家知道 第一件事 为什么他要选汇丰呢 他为什么不选中银呢 为什么不选渣打 因为中银本身就是他的 中银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合法与不合法 他开声就可以了 中银是他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没有太多人 会用中银去做汇款 即是把钱 离开了香港和中国 大部分人都是用汇丰的 汇丰和恒生 即是同一间 那你说渣打是怎么样 渣打呢 第一件事 未必敢听他说 除非那个人香港犯法 即是说明盘也可以 暗盘不行 第二 用渣打的人始终少过汇丰很多 还有汇丰最主要就是 政府出粮 用的主要银行 所以他用汇丰 非常之 不好意思 我是没有汇丰户口的 因为汇丰不让我开 那个credit card 他这么多年都不让我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没有汇丰户口的 我之前公司有汇丰的强积金 后来我就没有动 即我离开了 我就没有再动过那个强积金 我想转 但后来也不然 不是很多钱 很少钱 主要的问题就是 香港人 当他离开了香港的时候 他通常有两个方法 处理你在香港的资产 譬如你的现金 或者你的股票 或者你的债券 通常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签订授权书 这些通常是什么人用的 什么人做的 我妈那些 年纪大 不懂字的那些 正常一般 譬如说 好像我们的五十多岁 或者再年轻一点 四十多岁 三十多岁 那些就不会做的 因为为什么你可以用网上理财 网上理财 你有一个PIN 你可以用手机认证 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即时视障也可以 网上签名也可以 所以基本上 譬如说五十多岁 以低于五十多岁 年轻的人 通常都不会用授权 通常都是网上理财 即是说 如果你离开了香港 他不允许你用网上理财 即是说你是不能允许那些钱 你不能将那些钱套现 转走 最主要是转走 最主要是这件事 当日香港人已经很紧张 我猜一件事就是 TIMARY的目的 就是用来对付那些权贵 即是那些权贵 他离开了香港 但是当时 他未卖楼 未套现 未卖股票 可能他授权人做 或者是在海外做 接着 他将那些资产变卖 放入汇丰户口 然后他做网上理财 便转走了 是吧 所以他现在做这个法例 就是说 你离开了 你就不能移动那些钱 然后我跟着 你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 就是你回来 如果那些权贵回来 就抓你 对不对 如果你不回来 我便给你一个罪名 给你一个罪名 然后你的钱便充公了 但问题是 这段时间未被罪名 未谈好 之前 我便离开了你的钱 你不能移动 我第一件事想到 就是这样 有点像什么 像许智峰 许智峰跟着解锋之后 立刻转走钱 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许智峰再出现一次 这样的case 许智峰是不可能再转走钱 没有可能再转走钱 是那次可以 大家看看这个 匯峰是更新了他的条款 匯峰 我读这句黄色给大家听 本行 未必获批准 国下 身处或居住的国家 或者地区 向国下提供相关产品 或服务 即是说 国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的地方使用 下载或者分发网上或者流动理财 不一定获得该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批准 即是说 当你不在香港的时候 英国是未必准许你用那个国家去移动钱 简单说句 即是不给你 那英国行不行 其实 正常 英国应该可以了吧 英国是你什么都跟着 他没有说 他是放了这条更新条款 这条更新条款 现在还在 他是更新了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不是原先有的 他现在是更新了 即是说 当你离开了香港的时候 他未必给你在那个国家 用汇丰的网上理财 或者是流动数据 但是很奇怪地 到了六七点的时候 就可以了 他没有解释 他说 港客于海外 可如常使用 他还拉了一个恒生 之前没有写恒生 整件事我们怎么解读呢 非常简单 因为英国佬睡醒了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英国的法例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除非一件事 那一个顾客 他是犯了 国际法 即是说 你是国际罪犯 全世界都不让你动 你要去哪里呢 你都不能够动个户口 如果不是的话 即使 那些钱只要是你的 能够证明你的identity 你在哪里都可以用 你过到的security check就可以了 好了 香港人很担心些什么呢 香港人很担心一件事就是说 那如果我移民呢 如果我入籍去移民呢 即是说如果我入籍去移民的话 简单说一句 譬如我现在有些朋友 他开始在英国 或者是在澳洲 开始坐移民监 他入籍了 原来我不能动钱的 那我想把钱拿回来 那我怎样 那我回来 原来我回来 你是可以禁止我入境的 那我的钱是怎样的 那便会把钱拿回来 就是这么简单的 有些人就说 我先走了 然后才卖楼 原来我卖楼的钱 放在户口里面 我拿不走 我只有回来 你又不让我回来 因为他可以的 可以的 现在的法例可以 其实是不需要公布的 现在是不需要公布的 他可以不让你游 不让你进来 当他发现 你在外国 是申请入籍移民的话 他可以不让你进来 他现在是不用公布的 你未必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你在海外又不能动 那怎样 那我怎么动 那我现在才能卖楼 卖到一个好价 那那些钱便拿不走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一般香港人的忧虑 好了 问题是你说 匯丰今次 因为我估计是英国佬分成了 英国佬一定不肯 香港这班 就没办法 我不知道他是否乃共 我不敢说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匯丰没有了香港的业务 收皮 黄东胜也收皮 对不对 也要找下一个 他没办法 他不会突然去搞这件事 一定是收到香港最高指示 你帮我这样做 但后来英国佬不行 喂 那你是英国银行 是不是 这个你一定要符合世界规定 如果他是国际罪犯就可以 即是说 香港的国安法 对于汇丰银行是生效的 即是说 如果那个人犯了国安法的话 他是有权冻结他的户口 但是你要出正这个法庭的首领 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那个人没有事没有干 你是不可以不让他在外国 通过一个安全证 然后移动一些钱 而今次他这么离奇地 改了更新的条件 很多网上人已经说 他现在说OK 但是他没有改条条例 他的更新议条还存在 如果在8月1日他改变主意 我现在不出 我8月1日才出 譬如我老婆的朋友 他已经在澳洲开始坐移民监了 如果有人知道他在那边 递指进去申请移民的话 行 你不能回来 他不是让你回来机场大炒大闹 他现在这条最新的法例 就是说根本不让你上机 很容易而已 好吗? 对你身份证图的名字 就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你查不到而已 他查到 这个我相信是和许智峰事件很有关 但是 避免离开了香港的人 你个人走 没问题 他向来都不是要你的人 他只是要钱 他向来 你个人必值钱 你人走便走 他只是要你的钱 他不是要顾着香港将来的努力 的努力 香港的形象 香港的年轻法 他不是顾着钱 所以如果许智峰事件再发生多一次 许智峰一定赚不到他的钱 我肯定 所以问题就是 很多香港人是很害怕的 特别是我老婆的朋友 他就害怕 他就害怕一件事 如果这样的话 我在那边赚不到我在汇丰的钱 那我就要回来 你又不让我回来 那怎样 你又问我授权 可以吗 他有权 不接受你的授权 因为我要你本人 那就是费了武功 大家记得我在政经短打下出过这一段 他可以禁你入境 也禁你离境 两样都可以 两样都可以 不只是禁港人离境 他也可以禁你入境 他说有一些 没有豁免的人 走进来香港 那你在那边上机 我就不让你上机 禁香港人离境 也行 禁香港人入境 也行 那你的钱 一点都没有保障 是吧 所以很多 很多 读者就会问 他说 那怎样才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的方式 就是你 真的 不要持有一些 港元资产 譬如说你拿着 当然离了岸 比较安全 现在这两天 有很多人离岸 特别是多钱的 譬如说你有 有二三百万美金 那些 他一定是将那些钱离岸 不全部都大部分 一定会将那些钱离岸 或者有些已经卖了楼 即那层楼已经卖了 他就想移民 但现在 可能等着BNO 或者不知移去哪些 就一定将那些钱移走 一定的 或者是 如果你要比较安全一点的话 第一件事就是 不用汇丰 那你可以用 即我想用 我也用不到 即我恒生日有 不过不多钱 恒生日有 即你们譬如 付款那些 我是当日常使用的 用来网上买东西 我基本上 恒生户口不多钱 譬如美股那些 我用了花旗 其实已经 因为我是美股 美股是存在那边 大家知道 如果你买股票 它是帮你买了 然后代存 代你存 那一存 就存在美国 因为那是美国证券 那会比较安全一点 即是说 如果你犯了国安法 所有在香港的资产 即使是花旗也好 它都要冻结你的 跟香港的条例 但是 如果你那些资产 不在香港的话 花旗不会理你的 即是你在花旗的美国 它不会跟你的特区政府 为什么 因为资产不是香港 它不受香港的法例影响 除非你是一个国际罪犯 所以现在 匯丰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是没有取消到这个条例 他只是出了一句 啊 你可以了 那万一你不可以 万一你再反口 有些人 附生的资产就在那里了 之外 有些人 他就买了一层楼 那便过千万 那便放在那里 那接着呢 我就走了去外国 那些钱呢 我就慢慢逼过来 哦 原来我一走了之后 不能用的 那便附生的资产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 如果你要移民的话 你不要再留任何东西 在香港 要么 你就把所有东西交给一个人 直接交给一个人 那个人你信得过 如果不是的话 你最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 将有什么问题 你回来而已 那你会安全一点 特别是如果你 因为大家要明白 如果你入籍申请移民 他未必不知道 未必不知道 特别是你宣誓了 譬如说你去美国申请移民的 你去英国入籍移民的 你去台湾 或者你去澳洲这些 他分分钟知道你入籍移民的 不奇怪的 他知道的话 他便禁止你 因为禁止你出 即是你走了 那便禁止你入籍 是吧 即是最不 即是汇丰最不令香港人 放心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他是没有取消这条 即是 最新的修订议案 你还放了这条条例 在这里的话 即是你随时可以做 是吧 可能你就是等8月1日 我们不知道 是吧 又或者你等7月1日 我们怎么知道 对不对 香港人最好就是 你自己和自己 买个保险先 买定保险先 因为没关系 即使你离岸 也好 那你喜欢的便回来 那些钱便没有 是吧 你不放了也好 你放一部分 安全一点 是吧 安全一点 是吧 你不知道他做什么事 其实 当那个经济再差的时候 今天就不错了 今天又出现了一宗 今天出现了一宗 又断了 如果疫情消散了之后 你就开始会看到经济问题 其实你现在也看到 因为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根本上就是一个月 只有一半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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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炒七百个 今天苹果又多八百个 通街都是 就是 都是 待业的了 什么年都有的了 就是待业的那些 青年又有 老年又有 中年又有 什么都有 我们的失业很久了 我们的不要说 对吧 大家一定要 就是 小心 好 那你就 你问我 你说美股 就稳固的 有哪些 其实 尖牙之前 这几间 现在还可以的 譬如苹果 Microsoft Facebook Google 和Amazon 我看到股价还在那位 这些你买来 存下都可以 存下都可以 详细的 大家收看我们的收费节目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万事小心 因为我知道 香港很多人 就是一生人的努力 就在这里 真的 一生人的努力 全都在这里 全都在层楼 或者是全都在银行 有些人一生的努力 是全都在汇丰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他是 都做政府津贴的公司 我问他 我说 你每一个星期 有没有做一些财务的计划 他说 不用的 我说为什么 我一看汇丰就知道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的钱就在汇丰的户口 就是这么简单 他一生人的钱就在汇丰的 汇丰 汇丰一不让他拿 他就会变黑衣 我告诉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分散 我有很多银行户口 有些就不在香港 有些是已经来到香港 当然 大部分的还在香港 我没有打算移民 没有打算走 但是问题就是 大家 有很多人不像我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你一生人的钱 你也要做一些保障 是吧 好 杜子昨日升少少 没什么太大动动 NASDAB真的少少 好像升十几点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筆记 6月份还有两集 大家都可以订阅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 订阅7月 是吧 投资日志 我已经说完 韦尔达 接着还有京东 雙城和南月亮 如果这些题目適合你的 你可以订阅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订阅7月份 我要下星期 才将7月份的题目 给大家知道 好 我们两个类型的节目 免费 有你现在听的 香港财经R 美股财经R 和我们的投资日志 网址 收费只有两项 投资日志港股文字版 和YouTube投资筆记YouTube版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帐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帐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记住大家看我们明天的 地产小专家 好 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